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五号车轮 这一次又来充实一下 我们对于保时捷抬抗车型的认知 这次我们拿到手头是抬抗4S的车型 这应该是咱们节目当中第四次出现抬抗的车型了 最开始是最猛的Turbo S 然后是Turbo 上一次应该是抬抗的基础版的车型 而这次是属于在抬抗五个动力等级当中 排名第四的4S 可能从动力等级来讲 这个车它并不算是抬抗里面非常快 或者说非常引人瞩目的车型 但是从价格来讲 它应该还是很多车迷会重点考虑的车型 毕竟官方指导价116.8万元起 其实对于保时捷的四门电动跑车来讲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当然了咱们每次节目都会讲下保时捷的这些选装配置 这台上全部选装完大概是134万元左右的价格 包括它外观的蓝色 包括它的轮圈 包括它的双色内饰 还有比如说全景影像 ACC 副驾驶前方的显示屏等等 全部加在一起 大概再选了个十五六万的配置 其实在我的认知当中 十五六万的选装价格 对于保时捷来讲 真的只是一个开胃菜 因为如果您需要更加特别的颜色 更大的轮圈 更好的刹车 甚至包括像后轮转向等等之类的配置 都还需要额外再加钱选装 所以每次买保时捷的纠结与乐趣就在于说 您可以花更多的钱去定制一台属于自己审美的 独一无二的保时捷车型 OK 那么在正式开始我们去分析它的驾驶感受之前 稍微再讲一下跟驾驶很有关系的 就是动力部分的构成 我们前面讲过 Taycon的动力其实分成了五个等级 最入门级的是基础款的车型 再往上是4S 中间的型号则是比较新上市的Taycon GTS 那个车的扭力跟Turbo版本一样 是850牛米 但是马力会稍微小一些 百公里加速是3.7秒 而这台4S是4.0秒的车型 再往上第二个等级是Turbo 百公里加速3.2秒 然后最顶级的 当然是超过了1000牛米的百公里加速 2.8秒Turbo S了 OK 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第四等级的动力 所以没什么看点 相信我 上车之后把它开起来 你会多到很多跟你原本想象完全不一样的认知 来到驾驶部分 咱们先说一下开起来的感受吧 这台车呢 开起来感受就是显得车很灵活很小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你光从数据来看这台车呢 4米96的长度 真的已经是跟那些标准轴距的行政级轿车们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跟什么五六亿的标准轴距是一个尺寸 但开起来呢 可能是因为这台车的座舱设计啊 是比较像保时捷跑车而学习就车头长车尾长 诶 但是坐舱呢是比较往内收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呢 从这个坐舱望出去呢 你能够看到很典型就是它的挡红玻璃的面积很大 侧窗呢 也很大 甚至能看到跟911和718跑车一样的非常突出的轮拱上半部分的轮弧造型啊 所以呢 其实在视野的判断上包括这台车的视线给人的清爽感觉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这点是可以提出加分的 所以开台抗你明显感觉车没有参数看起来那么的大 那么第一个重磅的问题想跟大家分享是自然来自于它的动力总成啊 因为这台车呢 光看参数啊 呃530马力的输出640牛米的扭矩好像在电车里不算多夸张 尤其考虑了它的准备质量2.2端 这个数据好像一般般 对吧 包括它的加速4秒 然后呢0到200还不错 有13秒多的成绩 但很多人会觉得说啊 一个保时捡卖100多万的电车就这 可是开起来的感受啊 才是重点 那么在标准模式之下呢 它给我的感受什么呢 就它的油门踏板的响应会非常像汽油车 什么意思呢 踏板的初段它不太会像咱们中国品牌新势力一样调得非常的机敏 也就是说踩下去那个车马上蹦就往前 疯狂的加速 不太有这种感觉 而是像汽油车一样 哎 轻踩或者说初段呢 灵敏度一般 哎 有加速感觉 但是不是很猛 如果是重踩呢 当然就很快嘛 但是呢 它也不会说有那种一下子 蹦 嗯 把人推背推回去的感觉没那么夸张 所以 normal模式之下呢 它居然是为数不多的 加速达到4秒等级的电车里面 还能给到你像汽油车一样 油门控制的精细程度 丝丝入扣的车型啊 当然我知道有的朋友会说这种感受不就是 呃 降低了电车响应极快特点吗 没错 但是它能给对你这种更加顺滑 更加线性的油门控制的感受呢 你不得不说 也是保时捷 对于燃油车控制方式的一种致敬 或者说 让你日常驾驶的时候开起来更加精确 好控制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因为你想快 OK 没问题 把它调到Sport运动模式下 那这个时候呢 动力的初段响应 还能好玩吗 霍剑哥 有点意思 OK 那这个时候呢 运动模式下 它的这个640牛米的电机呢 基本上就完全属于你的脚尖 或者是脚腕的小动作 能轻微控制的车型了 OK 不能再玩 再玩火箭哥得打我了 总之呢 在运动模式下 它的这个加速就是随叫随到 极其迅猛和直接了 那还有个更极端的Sport Plus 就是运动加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呢 悬架会变得最硬 包括它的空气悬架也会降低车身的高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试一下 同样是大概五分之一的非常浅的油门深度 走 这个就有点像那种拴了个小绳子的球一样 把它抛出去再拉回来 抛去拉回来感觉 有没有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台车有趣的地方在于 它通过不同的驾驶模式的组合 给到你完全不同的动力感受 当然也包括转向的感受和整台车的性格也是不同的 但是我还是想说 作为一台豪华的又有运动能力的电车来讲 其实能在油门踏板上做到一个很顺滑 到非常凶悍之间的这种无缝衔接 其实就应该是一台保时捷电动车它该做的 而且我想真正购买抬抗的这些用户 以及我们在街上看到的抬抗 有哪台车是开的特别火急火燎 特别凶狠的 没有的 大家买电车 还是更多的时候会追求一种非常安稳的驾驶风格 所以像normal模式这种调校 我觉得就是非常棒 开起来有一种让人发自内心的放松 以及佛系的感觉 但你想开快呢 Sport还有Sport Plus模式 又绝对能给到你符合它的身价 符合它的能力的动力感受 所以这点还挺不错的 那额外还有一个想补充的点 就在动力部分 我一直说咱们中国品牌的纯电动车 很多车 它确实你看它什么百公里加速3秒8的车 比比皆是 但是那些车往往过了120之后的后程加速 就是不太有力的了 但这台车你们也知道 TICON它是有两档主减速器的 不仅使得它的急速非常的高 也使得它在120之后的加速 有一个相当之棒的表现 这一点它其实也像汽油车 因为汽油车的特性就是 它不只是0个100块 100到200这一段也是挺快的 那这一点它其实也是比很多咱们中国品牌的 纯电车做得要更好的地方 当然也有一个大时代大背景的区别 就是人家宝水间是德国品牌 那德国呢有不限速的高速公路 所以车辆的急速是很重要的 并且是在人家的环境下真真正正能跑到的 所以这台车呢 急速250 我觉得至少对德国人来讲有它的价值 但是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讲呢 你至少能够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电车的高速持续加速力其实并不差 只是看车厂愿不愿意花成本 花相关的技术去攻克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话题呢 我们想说一下它的底盘 这次它的底盘在高速公路行驶的绿震能力和惊人的平稳度 真的是惊叹到我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条路呢 也是我平常是一些豪华车 基本都走的一段高速啊 比如说之前是A8 是S级 全部都会走那段路 所以呢 对于豪华车走一些高速的颠簸或者高速的烂路 究竟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清楚啊 但这次呢 我开TICON 4S走那里 真的是哇塞 怎么没有车可以做的那么好的呢 因为这台车过那些高速的颠簸和烂路 给我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仿佛它的底盘是一个魔毯的空气悬架一样 整台车是完全吸附在上面的 什么叫吸附就是咱们开一般的车 哪怕咱们是开大型豪华车里面的S级 包括A8 它们真的算底盘很舒服的车了 有没有 那开这些车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 它们悬架虽然相对是比较软的 但也因为悬架形成比较的长啊 上下活动的范围较大 所以经过那些高速抛跳和烂路的时候呢 车身也都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上下抛跳的情况 但是今天开台康4S感觉就是所有的一切颠簸 所有的一切动作只留在悬架当中 而车身仿佛就是稳如老狗 没有什么波澜 而且这个悬架的质感也相当的好 就是没有过多的震动 或者说那种悬架处理烂路的冲击感 传递到车里面 这点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啊 为什么我会认为这种感受神奇 我也要跟大家讲第二个点 就是你们要知道 台康它是保时捷出品的车 而保时捷这个品牌就意味着 它的根基里面运动或者性能的比重 一定是大于豪华的 对不对 如果你开过Panamera 包括开过卡燕 这些销量非常好的保时捷四门车 你就发现 它们跟同价位的纯种豪华车比 保时捷这些四门车最大的特点 永远是它们开起来是很灵动的 它们的运动性是非常突出的 包括它们的刹车 它们的底盘能力是明显比BBA的车型更高 这就是说保时捷的车骨子里 就是性能控的代表 而性能好的车 我们一般认为什么呢 悬架要紧凑 悬架要比较硬 悬架的上下活动形成比较短 对吧 这三点 台康4S全部都具备 理论上来讲 具备这种比较运动化悬架的特点 它跟非常非常平稳的高速行驶表现 应该是互斥的 就互为排斥的关系 可是今天走 高速这段烂路和沉降路真的是惊讶到我了 就怎么会有这么舒服的车 居然比 对吧 比什么S级 比A8 比宝马的X7 比奔驰G2S 都明显舒服这么多 保时据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也难怪之前 在德国媒体的什么110米高速紧急变现测试里面 911GT3S保持着这项测试的媒体世界记录 接近170公里的高速紧急变现成绩 而电动车当中的世界记录 目前为止 就是TICON的顶级车款 TICON Turbo S 它可以达到140公里上的便现速度 你要知道 高速紧急变现的难度 比咱们国内流行的迷路测试高太多了 它最好是一台 尺寸比较小 底盘极其硬 前后配重极佳 且轮胎一流 然后电子稳定的调校 也非常聪明的车 才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而TICON它就可以做到非常好的高速操控 但同时咱们这台车 还没有选装太多底盘的一些选装配置的情况之下 它就能有如此好的高速的行驶平稳度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再次刷新了我的认知 也可以说明这台车 它天生打造出来 就是重点考虑的高速行驶场景 尽管咱们认为电动车的常驻 都是程序的中低速 可事实证明 其实TICON的高速能力 才是它另外一个亮点 第三个点 咱们聊一下它的刹车 刹车部分 说实话没什么太多的赞美 因为跟底盘和动力的表现比起来 它的刹车 只能说有点马马虎虎 或者勉勉强强 因为保时学TICON 我之前哪怕在测评最强的标配探陶磁刹车的Turbo S的时候都讲过 就是进入到纯电车时代 保时夜的刹车似乎是没有汽油车时代的那种雄风了 感觉以前保时夜那种极其紧致 极其有沟通感 又极其强悍的刹车 似乎一去不返了 怎么回事呢 这次咱们拿TICON 4S再次仔细的跟大家解析一下 就是它的刹车 咱们全程驾驶都是关闭动能回收 全部依靠它的机械刹车的工作来进行判断 那么这样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 也是最直观评价车辆刹车调教的方式 那么第二呢 现在的纯电车它都是电控刹车 也就是说它没有真空助力泵的存在 咱们的踏板背后连着的 其实是一个电信号的中置 然后由电脑处理过之后呢 再控制真正的刹车助力装置和控制真正的刹车力 那么这个第三点 它的整个调教出来的感觉呢 无论你是在高速或者在低速 又无论你是在什么驾驶模式之下呢 初段的刹车踩起来呢 会有一点点的重 并且刹车力真的都明显偏弱 如果你是在高速开的比较快的话呢 遇到紧急情况 我还是建议低脚的时候呢 大力的踩踏刹车踏板 它才能够第一时间快速的给一个足够的刹车力给你 否则如果踩的稍微轻一点 或者动作小一点的话呢 它的初段刹车力并不太能够应付这台车在高速之下的制动需求 毕竟它有这2.2吨的整备质量呢 再来呢 在城区步伐 我觉得是我对刹车另外一个明显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咱们比如说遇到前方等红灯 我们要把车踩停对吧 车子在快停下来的时候呢 它的刹车力量会有个明显的减弱 那按我的理解呢 就是电脑它为了降低车辆刹车点头的姿态 这个时候呢 会通过减弱刹车力度来实现更加平稳的刹车 但是这个时候呢 跟咱们人的心理预期呢 会有一个相对的矛盾 因为咱们车辆在快停的时候呢 大部分驾驶员还是会选择把踏板的力度保持 甚至不少驾驶员会在行江停车之前啊 把刹车踩的更重一点 但这个时候力度电脑会帮你减一点啊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说哎 这车怎么感觉有点停不太下来 我试过很多次啊都没有办法做到我的脚步动作 跟电脑把这台车控制到停下来的轨迹完全一致 做不到完全一致 所以这个车开起来就很明显给人感觉说啊 怎么城区走走停停的刹车这么没力这么不好控制啊 这点我觉得很希望保持人能够在之后 无论是通过程序的ota或者是在中期改款的时候 完善它的软件与硬点等等啊 把它修复好 因为保持人我们都知道之前测评每一款它的纯气油车的时候呢 哇它的刹车真的都是出类拔萃 江湖当中无人出其右者 真的可以这么说啊 在四门车里保持刹车 你说有哪个车能比它更好吗 基本上没有无论是脚感还是实际刹车距离 保持人刹车原本就应该是YYDS 包括我之前测评过的同样使用电控刹车的911 它的脚感和实际的这种制动能力也都是顶级的 可这台车呢 哎用了动能回收之后 确实还是会稍微有些遗憾 第四个话题咱们聊一下轮胎 这次呢保持人台抗4S的试驾车终于不再是我个人吐槽了很久的all season 4G轮胎了 而是换成了被耐力P7的电动车专用轮胎 怎么分辨呢 看它的轮胎侧面的这个标识啊 在P7后面呢 如果是4G胎的话会有一个all season的标识 代表这个轮胎呢 是能够在冬季这种低温 甚至是轻度冰雪的路面环境之下使用的 而这个胎呢 它是写有一个叫blue electric 那么这个代表它是一个专门为电动车所供应的轮胎 确实啊 这个电动车专用版的P7轮胎呢 它的抓地力是比4G轮胎明显要好一些的 所以也使得这么重的2.2吨的台抗4S啊 哪怕在高速快速的变现超车的时候呢 整个轮胎的抓地力也不至于成为明显的短板 包括在重刹的情况之下呢 我也特别开了它的G值显示啊 要零点主计以上的刹车力 它才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响胎的情况 说明这个轮胎呢 无论是横向抓地力还是纵向抓地力啊 至少在甘地里面表现呢 确实比原本的4G轮胎是好了很多的 当然了对于我来讲啊 台抗4S毕竟也是个4秒等级的车嘛 而且它100往后的加速能力都可以说匹迪 像老款的IM2雷霆版 或者是老款的IM4这类车型呢 它加速其实100之后的加速啊 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给它配一个比如说倍耐力P0这类性能胎 我觉得也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保时业官方肯定有自己的考虑啊 因为他们会认为这台车比例纯电车嘛 还是要考虑到续航的问题 所以可能会用这种比较偏环保节能 但抓地力又不错的轮胎会更好啊 因为你如果是给它配P0这种纯正的跑车胎的话呢 可能光是一个轮胎的差别就能让这台车的续航减少30公里 真的是很厉害的啊 所以呢 这个可能纯粹属于我自己多想的一步啊 就是希望它能配更好的轮胎 那另外就是这个轮胎呢 它其实在绝对的抓地力上也确实没有我预期的那么好 因为咱们还是拿刹车来做例子啊 高速重刹呢 我今天测得的最大刹车力是1.11g 放普通的轿车里 这是一个已经非常出色的数值了啊 但是对于保时业来讲呢 基本上都能踩到1.2g以上啊 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说 这个轮胎可能在极限的抓地力上 它还是没有达到跑车胎那么好的水平 但还是那句话 它至少比4g胎是一个明显进步了 第五个话题呢 咱们稍微讲一下隔音啊 之前呢 每次测评台康 我都会说它的隔音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但是这一次跟上一次咱们测评台康基础款之间呢 我又间隔测了很多咱们中国品牌的纯电车 那么由于中国品牌有像蔚来ET7这种隔音水平极其高的车型啊 所以呢 如今这台台康的4S呢 已经不能用极其好来评价它的隔音表现了 因为确实在中低速行驶呢 像咱们中国品牌的蔚来ET7这种车型 它的隔音效果确实已经可以击败台康了 那台康其实在中低速行驶的情况下呢 你像咱们走这样的一些比较年久失修又比较粗糙的路面上啊 它的胎噪还是会有一些的 虽然谈不上炒吧 但是也不是那么那么绝对的安静 但是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在于高速的风噪控制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很多车型尤其像日系车 它们的隔音基本只是针对110或者120以下的车速来做 这个所谓隔音的做法呢 它不只是包括轮胎 包括车辆的这种隔音的设计 也包括从车体的这些刚性动态扭转频率等等的一切 它们基本上设计的上限就是100到120之间啊 所以你只要超过120来走呢 它的车内的噪音就会陡然之间增加 但是坦康4S的好处啊 就在于毕竟它也是德国人 就是有无限速高速的这个国家 它所造的车 所以呢 哪怕你开到一个比较快的车速 它的噪音相比较100或者相比较120 也是线性增加的 比如说打个比方 就你可能把车速拉到140 那它的噪音就是比120稍微大一点点而已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增加的过程 这一点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 而且确实它在高速之下的风噪控制啊 做的很棒 还有就它本身呢 有一个保时捷的跑车音效的功能 是属于坦康4S的选装配置 我还是挺建议大家选装的 因为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 在低速的时候 它会有扬声器在车内车外 都共同发出一种好像是跑车一样的声音 虽然它是虚拟的 但是呢能够让车外的行人知道有车的存在 而且同时呢也让车内的你感受到不同的驾驶机型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还算是挺有趣的 毕竟电车嘛天生就没什么声音 对于驾驶机型而言呢 声浪又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所以也只能通过这种虚拟的方式来稍微缓解一下了 第六个部分 我们说一下它的续航表现 以及简单的做一下驾驶部分的总结 续航呢 其实我讲过很多次啊 抬抗这台车 它根本就不是以续航为重点的车型 因为你们要知道 保时也打造抬抗这台四门电动车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无非就是为了证明和捍卫保时捷 在电动车时代的驾驶乐趣 以及强调它们的性能与设计感 所以明白了吗 这台车的存在是一种图腾 或者说是一种更偏向于品牌展示的目的 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实用性 所以像车内的储物空间相对来讲没那么多 那么你接受就好了 像它续航没那么长 你也接受就好了 毕竟以我自己生活当中接触的 买了抬抗的车主来讲呢 它们其实都有家里的固定车位和充电桩 而且拿抬抗基本也都是 比如说程序里代步 或者顶多在珠三角周围的城市跑一跑 那么以这台车 CLTC标准 460公里的纯电续航来讲呢 没有任何的压力 没有任何的问题 毕竟人家也不是只有这一台车 对吧 所以抬抗本身的属性啊 它就不是一台刚需用途的纯电车 而是带有一定的品牌加成 有一定的这种叫做性能加成的纯电车 所以这样的特性我们还是得理解它 才能够更加好的去分析和判断它 那么第二点呢 它的续航当中呢 其实我并没有太着重的去测试 它的这个所谓的程区续航 而是把重点都摆在了它的高速续航当中 因为高速续航是我近期测试 所有咱们中国品牌这种车当中 都比较头疼 也经常遇到问题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打个比凡 我可能测某款 官方标称700公里 我随便举个例子的纯电动车 那它跑高速呢 可能只能按120车速一直巡航走 只能跑300多公里 也就是说跑高速的续航 它得打个五折 甚至有的车打四折 这就很夸张很离谱 对吧 但是抬抗呢 它有多厉害呢 如果用120公里车速巡航来走的话呢 基本上它的续航的达充率 可以去到八成左左右的水平 这就很夸张了 这就意味着说 你拿这台车经常高速 120走 没有什么厉害 成焦虑的问题 甚至我还试了一段啊 就拿它拉到大概是140左右的车速 因为这个车速呢 是在咱们国家不被扣分所能兴致到的几乎最快的车速了 那么在这个车速情况下呢 它的能耗也只有27度电每百公里左右 那我觉得这个能耗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车速对于纯电车来讲已经相当相当不友好的情况之下 它还能理论上做到接近三百公里的纯电续航 那真的是很厉害 真的是很厉害的 所以你不得不说这台车的设计概念和它的产品哲学 确实是与众不同 确实是仍然很有保时捷的精髓 什么叫有保时捷的精髓呢 那就是它尽管能力是很强的 对吧 我前面讲过 它的0到100加速4秒 100之后到200这一段的提速呢 也跟老款的M2和M4这种高速度的车差不多的水平 包括底盘的操控也非常优秀 对吧 但是开起来 无论在什么模式之下 它都不会给你有任何急躁的感觉 都是一台相对来讲比较冷静的车 这是保时捷的性格之一 性格之二就是 它非常注重高速的能力 对吧 像它的高速的加速很棒 高速续航很实在 包括有两等的逐减速器 让它有非常快的高速的行驶速度等等 甚至包括什么呢 包括它的刹车 它的底盘操控也都是一切都为了改善高速行驶能力 这是咱们目前国内所接触到的 其他纯电动车不会做的事情 但是在台康4S上 它给你做到极致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它为什么贵的原因 因为要把这些东西做好 其实背后付出的技术代价确实都是钱 比如说更好的轮胎 更好的刹车 更好的整车的刚性和强度 包括它对于电路系统的这些电机的效率 800伏的电路系统 它要有各种各样的新的技术 包括更好的电机的冷却和散热等等之类的 都是钱都是成本 所以这些东西对应它的价格 我觉得是一件本身就很合理的事情 所以关于驾驶部分的总结 我想说什么呢 那就是这台台康4S 如果你用习惯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电动车真的不像咱们传统印象当中那样 只适合于城区部分的慢速行驶 因为我们过去的传统看法会认为说 电动车走城区 首先续航非常的不错 然后它的动力响应也非常棒 可是电动车原本也是可以在高速部分有很好的能力的 这台台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当然了 这种证明不见得每个消费者都能感受到 因为确实大部分消费者买台康 它还是更多的去追求品牌的要素 去追求台康这台车的新颖时尚的感觉 而并不是说它多么多不得去理解这台车的技术价值 又或者说真的对高速行驶能力很有需求 并不是的 可是我也想通过视频跟大家分享 就是即便您可能日常使用感受不到这些魅力 或者说您也用不着这些能力 但是在电动车当中 就是有一台如此之执着 如此之另类的车帮你实现了这一切 那我们也是值得 对这样的车型投以尊敬的目光 最后一个话题 我们留给台康的后排空间 毕竟测评过这么多次保时约台康 却从来没有讲过后排 很多朋友会说你太偏心了 每次都说保时约的驾驶感受 OK 那我们来讲一下 那首先打开车门会发现 它上下车这个开口的位置 其实并不算很大的 因为坐垫已经占据了开口 对应过来其实挺大的一个位置了 包括现在前排的驾驶座 我是用座椅机翼恢复到 以我177的身高正常的位置 所以我上车其实就已经不算很大的位置了 然后好坐进来 我的脚稍微的将就一下 前排座椅底部的这个位置能进来 会发现头部的空间其实并不算是很大 好就好在它上方的这个全景天目 隔绝阳光的效果真的挺不错的 起码比什么特斯拉之类的车 在车里感觉就明显没那么热 这个还是不错的 当然最好还是配个遮阳连 这才是易劳永逸的做法 另外坐进来这西部空间 基本就是四指 真的是挺小的 反正以我的身高来讲 我是不太能够满意 但是中午呢 你让我在这个后排稍微小觅一会儿 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座椅的乘坐舒适性是OK的 但是座椅的材质本身也是很硬的 毕竟偏运动化的造型嘛 还有中间有些什么空调的控制面板 等等之类的也是很基础的配置 反正让我说呢 它的用途就是不太能够给一些 快头稍大的男士乘坐啊 对于女士来讲呢 带小朋友啊 或者是带家里人出去 还是没啥毛病的 也难怪这么多抬抗的消费者也都是女性 确实这台车整个从设计到空间来讲啊 对女性来讲 它的友好程度是大于男性的 哦对了 这个无矿车门看起来很漂亮 但车窗呢 没有办法完全降下去 另外您还可以加钱选择电锡门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符合它百万级以上 豪华车身份的小功能小配置 就算了 接宵了 是 确实 这是 词了